接上个视频的内容 这个视频继续教大家编织稿收纳框 好 第二个脚系好后是这个样子 用夹子固定住 接下来第三个脚 看一下里面对着的这个肠双形 第三个脚就是这个顶点 第四个脚这个顶点 这是第一个顶点起来 第二个起来 第三个脚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把肠这样掰上去 好 这颗夹子左右两边合起来就行了 第三个脚和第一个脚一模一样 自己去起 我就不说了 起第一个脚和第三个脚的时候 左边的这个条 这个头子会比较短 就是编不到这个最顶部这个地方 那我们在中途就可以给它停下来 看这个地方你也是可以给它停下来 不一定编到头子 我们可以这样在中间就给它停下来 因为往上编的话头子不够了 第三个脚起好后是这样 接下来第四个脚 第四个脚看里面啊 就是这个顶点 长方形最后一个顶点对着的这个地方 看里面这个长方形 第一个顶点起了 第二个顶点起了 第三个顶点起了 第四个顶点起了 然后把条这样掰过来 好 这个夹子两边的条合起来 第四个脚和第二个一模一样 大家就自己去起了 第四个脚起好后 底部就出来了 这样子的一个长方形 看它的框身 框身部分呢 现在是高高低低的 我们要把它编到想要的位置 然后把它调平 来看具体怎么调平 好 首先这种低的地方啊 我们拿起来往上编 都是压压条二 都是压压条二 这样往上编 编到你想要的高度 或者说这个 调头字 只剩十多厘米左右的时候 你就停下来 给它这样停下来 然后就下一根 下一根继续往上编 编到这个地方和刚才那根 一样高的时候啊 给它停下来 就不编了啊 然后再下一根 看都是压压条二 编上来 编到这里 和它一样高的时候 停下来 这样子啊 这样它就在一条线了 然后再下一根 都是啊 条压压压 编上来 编到这里 编到这里 一条线就停下来 不再编了 你要是想编的话 还可以继续编啊 你看还可以继续编 但继续编的话 它就永远高高低低的 我们就直接 一样高的时候 你停下来 不往上编就行了 停止就行了 停止就行了 然后这个框呢 我们起脚之后呢 它还会有一些高出来的部分 我们要把它抽掉 多余的部分 这个呢 是低的往高这边 然后高的 比如说这一半边就是高的 这个是我们想要的高的 这种高的怎么办呢 就把它抽掉啊 看 对着 它这条线 多余的部分抽掉 然后下一根 对着 多余的部分抽掉 这个桥给它 就在里面 这样抽掉啊 然后这样子 下一根这样抽掉 啊 这些多余的部分 它是编着的 把夹子拿掉 然后 对着这个高度啊 抽掉 下一根 对着这个高度抽掉 下一根 对着这个高度抽掉 下一根 对着这个高度抽掉 这个高度怎么看啊 把它这样 搞起来看 它在一条线上 就是一样的高度啊 好自己把它一圈的调平 一圈的调整到一个高度之后 我们来做一圈 压一 挑一 压一 挑一呢 很简单 就是一开始 本来我们这样是挑两根的啊 看 这里是两根 再一根 这里是两根 这个就是调二 对于这边的来说呢 是压了两根啊 压了两根 那我们挑一呢 就直接 这样你挑一根就行了啊 两根的地方 给它从中间抽出来 好 这就是调一了啊 对这边的调来说是调一 对这边的来说是压一 然后下一根 那调一根上来 调一根上来 调一根上来 这里 调一根上来 好 这个就是压一了啊 好 大家把一圈的调成压一 调一 再来收这个头子 这样子就是压一调一了 自己把它调好 一圈压一调一 做好 用尺子围绕着口部 量一下周长 根据90厘米长的周长 裁一根95厘米长度的铁丝 裁好之后 对着顶部的长宽 掰成一个长方形 两个头子 可以用透明胶布固定 接着把固定好的铁丝 从底部套进去 一直推到口部 现在我们来收头子 这里的头子 有里外两层 先收外面这一层 外面这一层 任意一根开始 收之前先拉一拉 两三根 两三根的拉 把它拉紧 然后反穿回来 往这里穿下去 下一根 拉一拉跟着 反穿回来 穿一点拿一个夹子 再下一根 反穿 再下一根 反穿 接下来的动作是重复的 大家把外面这一层 一圈的都这样穿好 外面这层一整圈的 收好 来收里面这一层 里面这一层 看任意一根 也是 反回去 反之前先拉一拉 反回去的时候 压一片 挑两片 压它最近的那一片 再挑起 二三片 这样子 穿下来 下一根 反回去 压一片 压最近的那一片 挑两片 再下一根 压一片 挑两片 再下一根 也一样 好 大家把一圈的 这样子 收好 里面这一层 一圈的 收好后 头子 我们 再往下延伸 1.5到1.9厘米的时候 给它剪掉 看这样下来 大概这个地方 1.5或者1.9厘米之间都可以 这个地方给它剪掉 然后一排都给它这样子 为其 剪掉 一圈的剪好之后 它下面还有一层长条 把这层长条 这样子反穿回去 反穿的时候 就把短到刚才剪好这个头子 压住 这样压住 然后从这里 穿进去 把它压住 拉紧 然后对到这里 对到这个头子啊 给它短一点点 剪掉 剪掉之后 穿到这个里面 好 下一根 拉一拉 这样子 给它压住 然后从这里 穿上来 给它压住 拉紧 好 对着这个地方 给它短一点点 剪掉 从这里 穿进去 一圈的 这样子 把它收好 下一根 压住 从这里 穿进来 对着这个地方 稍微短一点 剪掉 藏进去 下面这层头子 全部纺着回来 往这里 穿好之后 是这个样子 现在这个收纳框 就编好了 这样子的一个 如果说我们放的时候 放不平稳 那就折一下 底部的边边 就是把底部 这个长方形的 两条长和两条宽 折一下 折出来 这样子折一下 折一下之后呢 它就会平稳很多 接下来是提手 提手有两边 我已经做好一边了 今天教大家另外一边 好 做这个提手 一个提手 需要准备两根袋子 长度大概是 140厘米左右 这两根袋子呢 是分条厚的 袋子准备好之后 我们来找提手 要放的位置 这个要放的位置呢 你就是这样子 数这里的格子 然后正对着 想要的位置 这样对着下来啊 或者是底下这个地方 看这样子 这样子输几格 然后正正的对上来 对到这个中间部分的 这个位置 位置呢 可以自己想怎么放 怎么放 只要两边一样 就可以了 找到之后 先拿出一根袋子 给它穿进去 然后这样子 给它穿进去 然后拉到中心位置 拉到中心位置后 另外一个袋子 也在中心点对折 然后从穿好这根的 上面这片 这里套进去 这样套好 套好之后呢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左边两根 右边两根 现在我们把左边 下面这片 这样折上来 再把右边下面这一片 这样折过来 然后再把右边 现在看前后了 看前后 后面这一片 从下面绕一圈折过来 现在呢 又轮到左边后面这一片了 左边后面这一片 我们先给它在这个框里 这样固定一下 给它从这里啊 穿一片 穿的这片呢 就是对齐这一片啊 对齐第一次穿的 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给它站对着 穿一片 这样子 拉起来 好 穿好之后 从这里的中间穿过 回到左边 把它拉整齐啊 把它拉紧 它扭着把它调正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是 找顺序啊 这个是圆六股 变的变法 现在四片条 总是找后面这一片 找到后 从下面绕一圈 从中间穿过 回到右边 然后现在又是四片 最后面这一片 是这一片 我们再从下面 这样穿一圈 然后 从中间穿过 回到左边啊 就这样边就可以了 然后 这里 最后面这一片 从下面绕一圈 中间穿过 回来 然后这一片呢 我们可以再固定一下啊 这里固定的 就是正对着的 这一片 给它穿过来 就可以了 这样子 穿一下 拉紧 然后 然后中间穿过 回来 好 后面就是圆四股 变的边法 一直边 就不穿了啊 一直边 变到想要的位置 停下来就可以了 看圆四股 变边法 四根条 找最后面那一片 现在这片最后面 从下面绕一圈 中间穿过 回来 然后这一片 是最后面那一片 从下面绕一圈 中间穿过 回来 总是保证 它一边有两片 就这样一个步骤 一直边 边到想要长度 停下来 这里一直边 边到想要长度 先停下来 不边 这个想要的长度 自己拉一下 觉得比例合适 就行了 没有固定的长度 记得要两边一样 两边一样的话 你自己用尺子量 然后到这边 这里我们也要 给它固定在框上 就要找 对称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 你可以数这样的格子 看这里是 一二三 第三格和第四格中间 那这个地方就是 一二三 第三格和第四格中间 就是要固定在这里 好 刚才是左边的条固定 现在也是左边的条固定 这里就是左边 刚好到左边这根 这样绕的时候 就给它这样 从这里 一二三 从这里给它穿下来 给它固定在里面 好 从这里穿一下 这个地方有点难穿 这样子穿下来之后呢 还有这样 从中间穿过 绕过来 然后再继续编 一样的 继续编 再编一个 拉紧 然后再编一个 又到左边这里 是不是又该穿一个条了 找到对应的地方 给它穿 就是给它连接起来就行了 编反了 还是一样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还是给它穿下去 连接起来 穿下去 从这里绕过来 拉紧 然后我们再编一个 最后一个了 编最后一个 然后 这根 这样绕过来的时候 和这片合拢 这两片合拢 合拢 看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已经齐了 我们要收头子了 合拢之后呢 把左边这两片 这样子 这样子 折过来 给它从这里 这样子 放好啊 然后右边这两片 右边这两片 给它对齐 头子拉齐 剪好 剪好之后呢 从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穿 这样穿过来 拉紧 这样穿好 这边的也拉紧 注意把它拉整齐 看这两个 它就一样高了嘛 拉整齐 然后左边这两个 头子 你还是 给它拉整齐 剪齐 剪齐之后 从这里 这样子穿上去 好 拉整齐 穿上去之后呢 这个地方啊 我们继续给它穿 这里有一点点不怕的 继续穿 然后这里也继续穿 穿到这里 对着这个地方 就是这里啊 给它剪掉 然后把头子藏进去 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啊 这边的 因为它这里不好穿 我们 比着到这个地方 给它剪掉 把头子 从这三片中 从这里啊 穿进来藏起 就可以了 好 就这样子啊 对齐 这个地方剪掉 然后把这个头子 藏进去就可以了 好 这边 这边呢 直接 挖紧 对齐 对这个地方 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子 穿进去 给它藏起来 藏好 好 这个提手就完成了啊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提手呢 大家不想变的话 可以买了用锚钉钉上去 好 现在这个收纳框的 全部都完成了 就这样子的一个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下个视频 再教大家新的东西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